作为强龙的第二任皇后 蛇诗曼所饰演的贤妃 是有着历史原型的 而这个挥发纳拉尺 也是影视剧中的常客 对于观众来说 最熟悉的就是 环珠格格里内位有些恶毒的皇后 这还有一个小彩的 在《沿袭攻略》里饰演 蛇诗曼母亲的演员 正是在环珠格格里饰演 皇后的戴春荣老师 这是两任挥发纳拉式的跨剧相遇的 而周迅在《如意传》里饰演的 也是这位贤妃 说这位皇后精力独特 是因为之后还有更大的变故 在等待着她 就是她随着乾隆南巡的时候 先是被皇上秘密先送回宫 然后被皇上收回了手中的四份策口 就是之前每一个位份的策封 虽然没有言明费后 但是几乎等同与备费 而那时候陪在她身边的只有两个宫女 按照大清的制度 只有品级低的常贷才回两个宫女 后因贤妃的父亲贿赂他人 弟弟在狱中病故 母亲又当着她的面撞死 她在重重打击下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她受尽遗憾透了宫中的人情冷暖 她要让自己变强 然后让别人也去尝尝 她经历过的这些苦误 在家贫被杀的时候 贤妃回宫后 在佛堂点亮了七盏灯 并灭掉了一盏 高贵妃自杀后 又剪掉了一盏灯 看来贤妃在之后 还要无声无息地除掉很多人 不得不说贤妃这个角色 前后性格转变真的太大了 蛇识曼却在两个性格之间 演绎得游刃有余 演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 不用眼线的黑化 果然了得 贤妃坏吗 其实她的骨子里是温情且软弱的 只不过在这样的重重逼迫 和攻墙的困顿中 她不得不选择这样的一层外衣 以来保护自己 从一开始被皇上嫌隙的贤妃 唯唯诺诺地不论事事 也不管是否能够得到太多的恩宠 到后来看到自己的亲人都一一死去的时候 才选择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黑化 好像我们是可以理解这种黑化的 并且可以设身处地地帮她着想 觉得自己如果是贤妃的话 也一定会有很多的怨气 别人的黑化都是靠眼线 蛇识慢不用 她用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就告诉我们她已经黑化的彻底了 用慈母的状态赢得皇上的信任 一次次借刀杀人 让皇上就算怀疑也无从说起 这个角色的巧妙之处还在于 她不是一味的黑化 而是在无奈和一步步自己 逼迫自己的情况下黑化的 皇上要立皇贵妃 这是对她的不屑和威胁 一定要去南军 因为大清皇后的脸面和尊严 可是越想得到什么就越得不到什么 她得到了权力 得到了阿鱼奉肠的许多人 也送走了她一个个讨厌的人和对手 可是依然没有能够成为皇上的新头号 最后这段断发断意 也能够成为皇上的凌晨